近日,中心社记者走进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的国家空军博物馆 在二战展厅内,记者看到一座玻璃展柜中整齐地摆放着80尊银制酒杯 仅有一尊朝上摆放,其余酒杯全部倒扣 这些酒杯代表着70多年前在杜利特尔行动中冒死轰炸日本东京的80位美国飞行员 1942年4月18日,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校詹姆斯·杜利特尔率队驾驶16架轰炸机 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,轰炸日本东京 二战结束后,尽存的40名飞行员成立了杜利特尔东京轰炸机队协会 每年举行纪念活动时,都要用刻有自己名字的银杯供应 每当一位飞行员离世,属于他的银杯就会被扣制 目前,唯一一尊正放的银杯属于理查德·科尔 而这位老人已在2019年4月9日于世长辞,享年103岁 空军博物馆策展人、历史学家道格拉斯·兰特利称 他们将会举行一场仪式,正式将属于理查德·科尔的这尊银杯扣制 据悉,机队在完成轰炸后,有75名美军飞行员落入日战区 其中,有64名被中国人救下,最终脱离险境 在八十尊银杯旁,一幅由中国画家创作的油画引人关注 三名中国人用单架将一位受重伤的美军飞行员送往安全地区 这幅油画记录了二战时期美军飞行员被中国军民救助的情景 在向美军伸出援手的同时,中国抗日军民也为杜利塞尔行动付出了沉重的鲜血 为摧毁江浙地区的机场,并搜捕美军飞行员 日军发动了历时近四个月的浙干战役 据相关研究统计,有25万中国军民在战役中死亡 兰特利认为美中人民在战火中用鲜血凝成的友谊,使杜利塞尔行动这段历史永远激励着后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大家 timber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大家